各位同學好,我是這個 光源團隊的國中科跟高中科的鐵頭老師 那我負責的內容呢 就是除了國中的數學 還有這個高中的數學 那這個,我的學經歷的話就是 呃,從這個國中的時候呢 就,我的成績不是很好 但是後來就是很興奮地考上新竹高中的職業班 然後呢,這個,在這個 在國中裡面呢,也是跟著老師去一步一步好好學習 然後後來呢,就上了這個交代 那這個,我在教學的時候呢 因為很多時候,就是我會發現說 學生的閱讀能力其實跟這個學習很有關係 我會著重在這個內容的理解上面 那內容的理解完以後呢 我會做一些小小的練習,快速的互動 確認學生的這個學習狀況 那確認完學習狀況以後呢 這個我在,在教學生怎麼樣去過 那國中的地方,我會比較強調這個訓練 因為我覺得國中的計算能力 一定要拉到一個相當的程度 你才進高中的時候 才不會因為這個計算能力的不足 會去拖累到這個高中的這個數學學習 對,所以國中我會很強調的是反饋的訓練 當然這個解題啊,跟觀念很重要 可是我覺得這個很多的計算 比如說根式的計算啊,二零一次方程式的計算啊 或者是這個公式解釋類的東西 我覺得一定要練到非常的熟練 這樣的話避免這個我們自己在高中的時候看到很多學生 好像觀念很懂,但是結果做的都錯 這樣子進行 那高中的時候呢,我很重視這個課堂控制 就是說課堂這個上課的時候 這個我上到什麼地方 基本上來說我心中都會有一點點 那這個會保持一個固定的節奏 那內容的話呢,我也是很架構性的 我會先介紹觀念 再來看一些基礎的練習題 這個熟練以後呢 熟練這個公式或熟練這個內容以後 我會看一些比較難的問題 那比較難的問題 我一定會主動在怎麼樣去找到它的關鍵制 然後去破題 那寫完以後呢,會有相對的作業 作業我也不會出得很多 對,那因為我這個教學也是還蠻一陣子的 所以這個我會根據我在新竹的了解 就出這個市場的作業給不同學校 還有不同這個程度的學生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這個 在學校的成績有順利以外呢 這個我們的學系也可以越來越進入 這樣,好,謝謝 那希望大家可以這個跟著光源 跟著我們的團隊 跟著幾個老師 一起的就是把數學學好 然後過一個很好的國中高中的生活 謝謝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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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是